台东县富岗渔港是通往绿岛的主要港口 但是最近却发现有许多钓客违规垂掉 而且将垃圾流在港区 造成港区的环境脏乱 台东县政府农业处渔业科科长陈文泰 呼吁钓客不要以身试法 也不要以身来冒险 依据我们渔港法第18条 基本上我们在渔港里面 不能从事有危害渔业的一些行为 那包括投资废弃物也都是被禁止的 那在富岗渔港 尤其是在冬体那一段在钓鱼 相当危险 因为毕竟还没有正式把它 从灾害附近里面的工厂 再正式修复完成 所以那个部分月亮岗 那我们呼吁钓客禁止 在那边来做从事垂钓的行为 跟靠近那段海涕 那个地方会影响到我们渔船的进出 而且对钓客来讲是一个相当危险的行为 那我们也会跟海巡单位这边来做一些协商 请海巡单位来柔性劝导这些 在港区里面垂钓钓客 而针对港区张罗问题 乘工态提醒不单单是钓客 所有的使用者都应该要爱护环境 针对港区的环境 我们往例都是 我们补出当地的区域 回来做一个环境清洁人力的雇用 那毕竟港区里面的面积相当大 那我们清洁人力人手也不足 那所以我们也呼吁相关的使用者 包括我们用路人跟一些 港区的一些旅客 能够随手把自己带来的一些垃圾 我们也不要把它带走 呼钢渝港已经转型为国际型的观光渝港 每一年都吸引许多的国际游客 从这里到绿岛游玩 台东新政府也呼吁所有的游客 共同来打造一个美好的观光环境 以上新闻有记者陈美年采访报道